哈啰 大家好 常人家人的孩子 我和萌姝 可以 成天兰 有很多品牌都出了 春季新品奶茶 今天萌姝带你来测评一下 到底哪些春季奶茶更值得喝呢 今天比我选中的品牌有五个 福建桃山 喜茶 耐雪 Coco 瑞幸 再刷一波弹幕 你觉得哪一家会更好喝呢 在视频的最后 萌姝会给你们排出一个 我自己心目当中的榜单 供大家参考 当然了 再次声明 大家的口味各不相同 每个品牌也有自己的粉丝 大家喝奶茶就出个开心 不要生气 好吧 第一个我们来喝 福建桃山草莓巴菲杯 在网上的图片 真的非常让人心动 现实呢 就是有点不一样 虽然颜值还可以 但没有网上的漂亮 网上的上面还有迷迭香 然后有一整颗的草莓慕斯球 又是一整颗的草莓的果肉在上面 但是我们现在感觉是一个简配的版本 这不很正常吗 你看红烧牛肉面 那不行 网上的博主写得像真的一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的门店 都是这样 大家可以刷一个评论告诉我一下 你们喝到的是这样吗 你刚不是问店员了吗 他怎么说啊 上面那颗草呢 他说没有 我说上面的草莓也不一样了 他说图片里面是一整颗草莓 我们这个稍微少一点 那我先来尝一尝上面的慕斯球 好吃的 我会以为它是冰淇淋 它其实不是 它是奶油 就是蛋糕上面的奶油 非常非常轻盈绵密的奶油 又是那种草莓的香气 我来尝尝下面 很好喝 非常好喝 它不是简配了吗 依然很好喝 里面的牛奶超级甜蜜 甜甜的牛奶 它甜到底的那个酱汁是什么 草莓果肉 18岁的张海韵 我习惯算得甜一点 就是真的 奶奶甜甜的口感 非常好喝 尝尝看真的 哇好甜蜜啊 还有点酸酸的 重点是 它没有甜到厚人 对 你们有吃过草莓的雪妹娘吗 软软糯绵绵绵绵绵绵的奶油 被包裹去 在嘴巴里又有那种草莓的果肉 太好吃了 我觉得女生如果点这一杯的话 你会不舍得分享给男朋友 目前在列第一名 这样一杯是25块钱 可以喝 第二杯我们来喝的是 喜茶 芝芝四季春 哇这个包装很好看 四季春是新年春天重新回归 新的这个杯子好好看啊 外星人的感觉 科幻 银色的杯子好靓丽啊 大家也是个纸扣扣啊 这个四季春回归的时候 颜值也很高 上面还可以撒 碧根果碎 哦 我以为是 因为是巧克力 对对对 我以为是第一次在奶盖上面 吃到了这种坚果 而且它没有沉下去 说明上面的奶很绵密 全是我爱的点 坚果加厚奶盖 四季春的茶底 它就差芝士了 有芝士啊 上次芝士奶盖啊 哦哦 然后呢还撒了一点点的抹茶粉 超级亮丽好看 这杯是26块钱 我先来尝一尝 碧根果加奶盖 我还要拿勺子池当饭吃 怎么样 热量炸弹 那是非常好吃 奶盖加了碧根果之后 绵密当中有一点点的脆 太绝了 我妈呀 它比福建桃山好喝 不一样 福建桃山是那种少女感的奶茶 但是它就是许幻山 有沉淀 有厚重感的男人 我来尝一下那个水 它喝到里面又很清爽 里面的四季春好清爽 绿茶的口感 外面看起来油 里面看起来清纯 有点像我 表面上那层奶盖 很厚实 很抓眼球 很勾魂 但你吃到里面的时候 你好像跟一个人谈恋爱 走到他的内心里 怦然在心动 你不要被他外面的那个外表 所迷惑 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 就是另外一番风味 我知道他像什么 像谁 假装魂不灵的温克星 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很油腻 骚话满天飞 但内心还是很坚韧 有自己追求 有坚守的那个温克星 所以你觉得他跟福建陶山哪个好够 我会选福建陶山 他的茶味稍微偏重一点 但我本人的口感比较年轻人 喝这个我感觉要去谈生意 是一个年轻总裁 他又喜欢喝饮料 同时呢要装模做要喝点茶 他就喝了一杯这个 下一个我们来喝 麦雪樱花宝藏茶 这个真的是我今天目前为止 颜值最高的了 对呀还真的是花瓣 这次他的春季新品没有两个 一个是樱花包 一个是樱花宝藏茶 真的颜值好高啊 这看起来就是春天来了 有没有一种想恋爱的感觉 并没有 我有 宝藏茶最上面是奶油顶 然后一颗小小的樱花巧克力 还有一块樱花的饼干 太丰富了真的 尝一下奶油顶 很轻盈 它不是那种绵密挂的 似有若无的奶油在嘴巴里 巧克力 甜蜜的巧克力 颜值大于口味 好你就说不好吃 然后这是奥利奥的饼干嘛 嗯好吃的 有一点清清甜甜的味道 樱花的零食一般都很难吃 但这个还可以 茶的部分呢是草莓的果粒 一插下去 搅一搅 怎么样 好丰富哦 里面有菠菠 有草莓果肉 它有点像是喜茶和福建桃山生的海盾 所以你在屁言我的问题 它好喝但是不好喝 就 没有他爸妈好喝 里面的茶底是茶味的 但没有很浓郁 而它上面的一点点那种樱花的调味呢 就有一点点的怪怪的 我觉得特别的精彩 没有另外两个好喝 我个人觉得 这杯要28 最贵的 对金钱很敏感 来吃一下这个包子 这什么包子 欧包 哇这怎么吃啊 说实话这个即使难吃我也会买 就是很适合拍自作的照片 好 高紧张 高紧张 蛮漂亮的 因为我很喜欢很喜欢吃奈学他们家的欧包 但他们家欧包以前呢都是走那种一口口汁的口感 但这个呢你一口吃出来是空的 就是好空哦 你吃个人把这个底料放进去啊 刚好一个勺子 里面的嘉欣是白桃的果壁 其实白桃果壁本身还可以 但就是有点太空了 我蘸一下奶油 这个看起来才是它正确的吃法 哎真的好吃了 你加了一点奶油之后 就会把它上面这种很奇怪的那种糖粉味给中和掉 就会变得丰富充盈起来 这个欧包似的 19来年 也不能卖再贵了 不值 毕竟空的是吧 但是这一份你看起来确实会很漂亮 心情会很舒畅 有一种像是什么 对你看了很多偶像剧 你很想谈恋爱 就期待中甜甜的恋爱 哇是那么美丽 让人憧憬的样子 但是一旦谈到的话就这样 你尝一下这个欧包你就知道了 这是山顶动人的巢穴吗 空空的 一定要搭配着这个茶 垮一勺 真的好吃很多 我多赚了一份钱 目前它的排名是第三名 那不要浪费啊 把它吃掉 下一杯我们来尝一尝 coco的春日樱花限定 樱花粉粒 这个就很土素了 最好看的就是樱花的这个样子嘛 我是点的标准杯 没有什么奶盖啊 冰淇淋球 它就是最基本的样子 上面是冰沙 下面呢是椰果和荔枝的果肉 好喝的 它不樱花耶 它是有点像是草莓加蔓越莓的口感 它的优点竟然是不樱花 不要硬想着往樱花上扣 一口可以吃到椰果和荔枝的果肉 整体上就是一个蛮标准的冰沙的饮料 要说有多惊艳就还好 但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喝 它其实更是个夏天吧冰沙 我本人是一年四季都别喝了 看你们身体 毕竟我是个小伙子 而且这个是今天里面最便宜的 目前是20块钱一杯 我在纠结它到底是第三还是第四 因为我个人觉得 NICE的那个颜值真的分太高了 这个它可喝 但我的分数可能会排到第四名 它的口感其实比NICE好 对 但是就颜值差一点 它今天整体的水平都很高 对 都是好喝的 然后在里面排名 最后一杯来自于瑞幸咖啡的 樱花草莓椒原酸奶冻 哇 这个名字 听不太懂 我只听出了樱花这两个字 应该不太好喝 它里面的椒原的意思 应该就是吃起来会有多样的口感 我还蛮期待里面那个酸奶冻的口感 这杯多少钱 15块钱 最便宜啊 对 用了一个25块的券 但是还是25块钱吧 第一杯最便宜吧 对 不好喝我就不会喝第二杯 颜值其实和coco的有点像 就很朴素是吧 但上面至少还有一层奶油嘛 我先来尝一下奶油 这个奶油是樱花味的 我吃出来了 清新的樱花 就好像把樱花瓣塞到嘴巴里面嚼碎了的口感 那也不太好喝啊 但其实还行 我来尝一下里面怎么样 怎么样 哦好喝啊 它有点像福建桃山 但它是冰沙 它是酸奶冰沙的口感 最上面有一层那种樱花粉粉的奶油味 它有果腻吗 哎 你说要它就有了 哎 这个部分就是酸奶 但它其实吃起来不是酸奶冻 它好像就是里面 刮了一层酸奶在里面的样子 酸奶加奶茶的一个口感 它有点像鸡尾酒 还有酒味 没有酒味 就是它有点像鸡尾酒那个调配 就是有成底的 有三四层的一个口感在里面 15块钱真的可以买 那25块钱呢 25稍微考虑一下 所以它现在排名是 第一名 它可以排第三名 你尝尝看 好软啊 那边的果腻 是不是 是什么果腻啊 椒原 酸奶好好饿 对吧 你真的不考虑吧 提到第二名 喜茶之大好 瑞幸还是有点努力一下 撑一下自己的营业蛾 所以今天我们总结下来的排名是 第一名福建桃山 第二名喜茶四季春 第三名 瑞幸咖啡 樱花草莓 椒原酸奶冻 第四名 请给coco 奈雪 奈雪那个真的太漂亮了 即使它是渣男 但是长得真的太好看了 第五名给到coco 但其实今天的这五个奶茶 我觉得整体的水平都还不错 新品里面没有哪一个 我吃到之后 大翻白眼 大家是可以去尝一尝 但是我觉得前三名的话 大家是真的可以去掏钱去看一看 剩下的两名单 就是别人请你吃 你可以吃 今天的春季新品奶茶榜单就是这样 希望对你喝奶茶有所帮助 今天视频就这样咯 爱你们要播